好,各位傳媒朋友,你們好嗎? 稍後時間,我們演員會就一宗 拘捕男子涉及違反預防禁制疾病規例的事件 再度各別整會 我們稍後有請大臣會開始 麻煩大家可以拍一張嘴聲 好,各位,我們現在將這個事件交給大Sir 麻煩各位,麻煩大Sir 各位傳媒大家好 我是網絡安全及科技長的調查方 科技長組大臣賓中督差 以後來想和大家簡報我們網罪科 在昨天11號 一個針對著在網上發布 善惑他人發派言論的拘捕行動 政府一直是呼籲市民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間 要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奈何 我們警方近日發現 有人在網上的社交媒體平台 提倡去反對政府作出抗疫的措施 全民正同心抗疫之際 竟然有人鼓吹確診人士四處傳播病毒 根據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599A 第32條 任何人自知是屬於傳染病的接觸者 或者指明傳染病感染的人士 不得藉著他身處任何的道路 公眾地方、娛樂場所、聚會地方、會社和酒店 或者藉著該處的行徑 而使其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險 為了確保這個公眾的衛生和安全和市民的健康 警方進入深入的調查和情報的分析 在昨天11號 在中環拘捕了一名32歲的本地男子 他涉嫌在今年的1月份和2月份 在一個網上的論壇平台 討論平台去鼓吹感染的人士 在四處傳播病毒 光泛了善惑他人 違反了這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第599A第32條 即任何人士 不得是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險 另外這次行動的調查 裏面也都發現這名被捕人士 在去年2021年的5月份 在同一個討論平台裏面 鼓吹其他人 去對法官使用暴力的 光泛了善惑他人 異童造成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行動裏面我們檢取了一部電話 被捕人士仍然被拘留調查 而我們的行動依然是繼續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士被捕 根據這個香港法例第221章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101 括弧2條 任何人士是煽動其他人 去犯某一個刑事罪行 則可被判處該刑事罪行的最高刑罰 而任何人不得是他人蒙受感染的危險 最高的刑罰是罰款5千元 和監禁6個月 如果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 最高刑罰可被判處終身監禁 另外我們警方也都想提醒大家 高等法院在2019年和2020年 所頒布的兩個臨時禁制令 分別是禁止在互聯網的平台和媒介上面 促進鼓勵煽動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暴力 以及針對著是禁止針對著司法人員和其家屬 作出起底和資料的行為 這兩個立時禁制令依然是生效的 違反禁制令的人士 有機會會是光泛廟示法庭罪 大家切勿以身事發 我們警方是強烈譴責個別人士 這些自私和不負責任的行為 當大眾市民是同心抗疫之際 有不法分子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公然煽惑他人無視這個疫情的嚴峻 去到處傳破病毒 會是為這個公共的健康和安全 帶來嚴重的風險的 我要強調在互聯網世界犯法 和現實世界犯法一樣嚴重 希望大家不要輕視或者無視 在網上的言論相關的法律責任 我們應該時刻謹記法例 賦予我們權利的同時 而隨之而帶來相關的責任 如果有任何人藉著這個互聯網世界去犯法 我們警方一定會嚴正執法 竭盡所能將犯法之徒成之於法 絕對不會姑息 以維護香港的公共安全和秩序 香港的疫情現在是非常嚴峻的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同心去抗議 今天的減報是這麽多 謝謝 好 現在下來時間 一個探問問題的時間 如果有否所有朋友想問問題 那慢慢我和選領到尖咪之後 講開你的傳媒機構劇精 直接去問 謝謝 我從頭想瞭解 那麽多數個日子 例如說 他在整個 他看很多 即是他 他人什麼 或者他 奧利法官的言論上 他裡面有用了一些黑字眼 他去看他是現在的鼓吹呢 而昨天想瞭解一下 在吹噬那個方面 警方的目前為止 是拘捕了幾多人 是指名在網上面去 善罰一些狂乘者周圍去 即是一定是今次的第一次執法呢 謝謝 那在我們調查所得 這位被捕人士 他是 在 2021年 至今 他是發佈了一些善罰的訊息 當中 是包括了善罰其他人 去殺害法官的 就像如果說 去散播病毒的言論 當中的指引是包括 全港 藍店一日遊 和 四位去播毒 那樣的 暫時我手籌上 沒有相關的數字掌握了 在那裡 稍後再經由其他 的同事去回答 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我想問一下 有否說 他是說 他能力 但是他會不會有一些 指名去哪些地方 或者是 其實他的發言 有明顯了很多人 提到 還有是 是社交的 和諺 或者是 一些 討論追 先去 說回來 那 案件仍然是一個 就是調查當中 那 暫時我們看到 就 也都就著 因為案件在調查裏面 那我只可以是 交代到當中的 其中的一些 就是 字眼 那至於有沒有說到 實際是 去 去哪裏 那些這樣 其實我想 這個重點 反過來 是 在疫情期間 無論有沒有 就是 無論有沒有感染到 病毒都好 大家都要去 保障自己 自己 和其他人的個人 衛生 和健康的 而所以 被捕人 為了純粹自己的 個人目的 選擇去煽惑其他人 去做一些危害公眾 不法的行為 這個後果是 很嚴重 而 我們應該是要去 去正視這件事 和採取行動 thank you 您的指数科大会 怎么说 i've asked people to spread the virus and what do we have to do the subject of the case the arrest person he's currently under detention is under police and investigation and he has not been charged for any specific offense 向增加 chills夜夜夜你涉及拍照 那是一種詞語的詞語 而關於公司的網絡 他使用了 所有的訊息 我會說是一個社交媒體的 是一個社交媒體的網絡 在香港 那是 那是我可以說的 那是我可以說的 是否正在調查 或是否正在調查 暫時它是被扣留調查之中的 我們都要再等待進一步的調查 看看相關我們手頭上所採取的證據和調查 進度再去作進一步的保存 現在這名男子是被扣留調查的 好 麻煩講傳媒的扣留調查 被捕人士是一名本地32歲的男子 他報稱是一些電器的維修員 至於暫時來說 關於他的精神狀態 或者他的犯案動機 第一 就是他的精神狀態來說 我們暫時現在調查所得 並沒有任何的疑樣 但是為什麼好 因為始終案件仍然是調查當中 特別是他犯案的動機 這件事都是我們調查範圍的 其中一部分 一個方向之一 我們會再全方位去調查下去 我們再有待轉一步 他會不會有其他的證據 好 還有沒有問題要問 今天的建議會訪問完畢 謝謝各位 謝謝大臣 今天 請記得大家記得要收看 現在問我們 記得按照我的評論 我們請記得按照片 也可以幫忙 我們請收拾一下